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一两年前的时候,华为的命运曾经极其广泛的关注 因为那时候,川普总统决心制裁华为 制裁的原因是华为剽窃美国的知识产权 而且进行不公平竞争 所以说川普发布了一系列针对华为的制裁措施 其实那些制裁措施并不很严厉 也就是说在大部分领域里仍然给华为留一条深路 因为华为实际上是一个组装企业 主要的它靠剽窃和组装 它的大部分精密配件都需要美国、欧洲、日本来供应 而欧洲和日本的生产这些配件的很多专利技术 是从美国购买的 所以美国并没有进行真正严格的制裁 如果要进行严格的制裁的话 可以说华为连一只手机都做不出来 即便这有限的制裁也使华为的生产一路下滑 本来华为在一年前的时候 它的市场占有额高达21.5% 也就是说全世界每五只手机就一直是华为生产的 可谓如日中天 但是一年过去了 现在华为在市场上的份额只剩下不到4% 也就是说20只手机里面 你才能见到一只华为的手机 而且还是比较老旧的即将被淘汰的机型 因为美国对华为的芯片进行了制裁 现在台积电或者其他也不敢向华为明目张胆的供货了 华为只能偷偷摸摸的 就是说搞一些小偷小摸 从市场上买一些芯片 来维持一种最低限度的生产 生产出一些低端手机来勉勉强强的生存 华为曾经一再吹嘘的中国的芯片生产技术 现在已经被证明全是吹牛 因为华为的遭遇就已经说明了 中国没有什么生产芯片的技术 到现在都满足不了华为的需要 要知道华为可是中共的头号企业 华为真正的老板是中共解放军 包括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 仅仅拥有百分之一点几的股份 而且它本身也是中共的情报员 由此可见 中共最重视的企业 现在也不得不面临完蛋 华为还是拥有最先进技术的中国智能产业 其他如小米也罢 什么腾讯阿里巴巴 统统更是靠抄袭 一旦美国对其制裁 可以说怎么说 只有死路一条 华为听说现在已经准备去养猪 这可能是对它是合适的 就是说华为其实干不了别的 养猪也许它还能凑合 因为美国不会对它的养猪产业进行制裁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现在中共已经有意要把新疆作为养猪基地来培养 不知道华为会不会成语甚至到新疆去挑大量养猪 如果那样的话呢 我估计也会遭到美国欧洲的制裁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穆斯林地区养猪显然是不合适的 显然是对穆斯林的一种乌鱼 华为呢 名气又大 如果在那里大规模地进行养猪业的话 肯定会被报道出来的 无法掩藏 所以呢 肯定会激动国际社会 另一个消息呢 就关于呢 这个习近平呢 最近呢 分杀赵紫阳 却为江青翻案 引起了这个很多人的注意 今年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呢 赵紫阳的目的 一如过去这很多年来 都是受到中共这个警察便衣的严密看守 不准人去悼念 因为赵紫阳有很多旧部 还是很怀念赵紫阳的 另外一些人怀念赵紫阳呢 在六四的时候呢 站在民众一边 站在示威者一边 所以说呢 每年都有些人呢 想要去悼念 他们一般来说呢 会选择去赵紫阳的墓地 或者到赵紫阳的家中 赵紫阳的家中呢 我曾经有朋友两度去过 他在家里面 门口呢 都有便衣在那把守 你任何人 而且呢 以前的赵紫阳在世的时候呢 他那个院子里面就有武警驻扎 你一敲门的话 武警就会探索脑袋 问你有什么事情 要求你出示证件 然后他向上帝报告 以前我有几个朋友是 英国那个BBC的记者 麦杰斯 还有这个加拿大的 美国的记者 去拜访赵紫阳 因为结果呢 很快就有几个便衣过来 把他们撵走 赵紫阳的墓地呢 更是不许人敬拜 但是呢 而且呢 习近平对赵紫阳更狠 今年呢 更是下令赵紫阳的家属呢 从赵紫阳的故局中圈出来 因为中共呢 实际上有个惯例 就是一些的 比如说高级头目 一些类似赵紫阳 那个住宅呢 分给他使用 实际上他家属 也可以长期使用 因为赵紫阳 毕竟是中共的前任总书记 而且呢 习近平以前 江泽民以前都讲过说 赵紫阳享有这个退休总书记的待遇 但是呢 习近平却翻脸了 把他家人全部都撵走了 这说明呢 习近平对赵紫阳是非常反感的 认为赵紫阳走上了一条 与他们共产党人不同的道路 那就是说呢 愿意呢 把权力还给人民 或者至少表现了这种心态 这种取向 这就是为习近平这一伙人不能容忍 令外界惊诧的是呢 习近平今年呢 突然开放了江青的墓地 因为呢 江青呢 在中共内部呢 也是有一些追随者的 很多人是把他当成毛泽东的起手来看待 所以那些老粉红啊 小粉红啊 年年都想到江青的墓地去赞养 江青的墓地呢 位于北京福田公墓 今年呢 突然开放 结果呢 大批老粉红 也就是那些的文革余孽 还有小粉红 疯疯赶去 跪成一片 哭生一片 因为他们渴望江青呢 能够还魂转世 他们渴望毛主席能够再次来带领他们去 打击别人 去搞第二次文革 所以呢 这种这个政治态势呢 让人们很容易想到呢 这个习近平想要回到文革的政治意图 想要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的这种政治理念 事实上呢 通过统治八年中国的这个布局之后呢 习近平已经把各个层级的中共党政军干部都换成了和他一样的蠢族 也就是说呢 跟他一样愚昧 跟他一样野蛮 其他呢 头脑稍微有点清醒的人呢 要么被抓起来弄进监狱 要么呢 就是被淘汰了 被排挤了 所以可以这么说 现在习近平已经是全力达到了如日中天呼风唤雨的程度 无论他想干什么 他那些猪一样的部下 跟他同等品质的一群猪都会前呼后庸浩浩荡荡荡 即使习近平决心成为毛泽东第二 甚至呢 要把他这些忠诚的部下呢 将来也要搞死一大半 甚至有可能再搞死几亿中国人 现在在中国国内已经没有一支力量能够阻止他了 其实中国过去几千年来都是这样 就是说只要碰到一个像这个隋扬帝 像这个习近平 像这个明朝的崇祯皇帝这样的皇帝的话呢 中国人都注定了要死亡一半甚至更多 谢谢大家